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的心态现在变得让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 不可思议 我记得有一次房东去家里面收房租 你当时明明在家 可是人家房东敲了半天门 说家里面有人没开 然后就跑到我的单位 然后去找我要这个房租 你在家你为什么不开门 我为什么不开门 以前房租都是谁在家谁交的吧 你以为我不愿意交 我没给过你钱吗 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家不开门 为什么呀 你这让我当时在屋里我贴了枪门 说房租只有枪我都拿不出来 我有多丢脸 我在屋里我一生都不敢靠 听明白了 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 是说从他这个父亲的生意不好了之后 他就开始一点点又转变 他的情绪这一两年开始变化很大 因为他以前就跟一个小公主一样 让我非常欣赏非常喜欢的 但是后来他慢慢变成一个越来越神经质的女人 他会偷看我的手机短信 也会看我的在那个电脑里面固固的聊天 那是因为你也不回家 你整天喝得随随随随 喝喝喝喝才回来 可是确实是有人给你发现 你吃了吗 你睡了吗 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就只有你了 小夕你为什么不工作呀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出院工作 我去发烧丹 去做促销 但是我真的受不了 可是我真的 受不了什么呢 整天在外面 一站就赚一天 只能赚这一点钱 受人有罪 我真的特别努力了 可是还是适应不了 这一两年就这么过来的是吧 打架逐渐在升级对吗 其实一开始他情绪变化之后 我并没有意识到会像闹到现在那么严重 我的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 也非常的困难 虽然我家庭条件不错 我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意 有自己的公司 但是我也并没有选择 在我父母的公司去上班 为什么没有把他安排到你父母公司去兼一个职呢 因为我父母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我们两个现在矛盾很深的这个事情 而且一直也不知道他一直在伤害我 我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想靠我一个人去工作去养这个家 你这家到底怎么了呀 不就生意没了吗 是吗 还欠债吗 也有一部分 但是我爸妈也都不太愿意跟我说太多 那那是他们的生活 你过你的日子就行 这有什么呀姑娘 可是我真的受不了 从我父母的生意失败之后 我就逐渐连朋友都没了 曾经在一起的朋友 现在也基本上不见面 因为好像 不见也好 那种也不叫我 而且以前 你可能觉得都不会照眼看待人 现在也会嘲笑你 想不想啊 你现在想这样 觉得就是从天下掉到地 不管是家庭环境还是人际关系 我觉得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特别想问 你是特别在乎他出去应酬是吗 他真的是回来特别晚 而且我们回来之后 就基本上没有话说 唯一说话就是朝见 其实我特别爱他 我真的特别舍不得他 你关注过他这种心理状态吗 我关注过 但是他每一次 跟我再闹的理由 一次比一次无理许闹 好 下面我想让你非常坦诚地回答我 一个问题 你吃了吗 你睡了吗 谁给你罚的 发现人和你之间是什么关系 很好的朋友关系 是有多好的朋友需要天天所联系 我根本就没有天天跟那种女人联系 谈一谈 财富和尊严的关系 尊严这个东西是应该深入骨髓 而不是浮于表面的 要不然过于强调 就显得你太自卑 过于蔑视 又显得你太自卑 我很庆幸你父亲破了产 因为这样使你更加看到 一家人健健康康在一块 比拥有财富更重要 你父亲破产 同时还让你看清楚 你的男朋友对你不离不弃 是真挚的情感 更重要的 你的父亲破产 你家道中落 让你知道了你原来有几斤几两 你是谁 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握一手的好牌 是要打好一手的岔牌 这才叫有本事 我们这个舞台上 我记得不错 曾经有一个女孩 也是家道中落 那这个女孩就特别的虚荣 她为了找回以前的感觉 不让周围的朋友忽视她 她拼命地到外面去挣钱 做家教 甚至借钱来买单 吃饭买包包 生怕别人会因为她家道中落 而忽视了 她这样做固然是不对的 但她至少有一点比你强 她自己努力 她借钱就还 她不搞别人 只是一时地家道中落 让她无法习惯 而你没有做 你就知道在家里做寄生头 接下来要说到男方 请记述一个概念 女人 她是个女人 她是你的女人 我们不要忘了 男子汉养老婆责任的本来 尤其是她在这种时期 你更应该加倍地去关怀她 因为你是她的全部 她现在抓得到的只有你了 她使唤不了别人了 也抓不到钱财了 她只能抓住你 所以她会歇斯底里一些 所以你要宽容对待 更加要呵护被子 我一直以来是不欣赏男人 有什么红粉知己的 我也不支持女方有什么蓝颜知己 不要拿什么蓝颜知己 红颜知己来说话 因为跟她之间不能交流 因为她在家里 经常歇斯底里的憎恨你 你们缺少了交流的平台 所以别的女人对你的仰望 对你的欣赏 就会使你蠢蠢欲动 甚至心有旁骛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你们两人都是 曾经富有的家庭的孩子 你们一定要明白 家在 人在 一切都在 家拓 人分 拥有一切都是往人 有爱 有家在一块 这就是最幸福的 我们应该庆幸 我们此时此刻 健康的相爱 健康的存在 其他的事物 完全可以从头再来 就这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